当然还有一个一直不断的在拉民进党后腿 或是拉执政党后腿的 就是我们的阁员里头的陈吉仲 那陈建仁就是我们现在的院长 他昨天听到陈吉仲说 他也说他是最认真负责的主委 同样他也呼吁民众要共体时间 韩兵哥听到共体时间 真的是会让这个全台湾的社畜们浑身不自在 因为通常是冠老板才会叫人家共体时间 而且你都觉得接着 然后你还说陈吉仲是一个最认真负责的主委 掰了位猪肉在下周一起 也就是后天开始 每台银又要调涨5块钱 那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猪肉或者是鸡肉 这种三生类的在清明之间 本来就会涨 可是今年碰上已经有鸡蛋荒这些 就是雪上加霜 我是觉得陈建伟完全接受他论点 陈吉仲做得很好 基金就差一点点 再加油至少做到2024 等到做到让民进党败选为止 陈吉仲现在的功能 其实就跟刚刚杨敏讲的史书华 柳林伟这些人差不多 翁达瑞差不多 他留的越久大家越不爽 因为陈吉仲最新的力作是什么 他把脑筋缺蛋脑筋 居然动到国军身上 他直接跑去找国防部长说 这样子好不好 你们国军以后不要吃鸡蛋 这样我们就可以省1200万颗鸡蛋 他直接这样讲 然后邱国珍居然还认同 说OK没问题 只要有替代品 我们蛋白质不受影响的话 OK可以配合 我觉得在中华民国当国军 就是衰到极点 什么莫名其妙的说音 那个产量太多了 吃不完了就硬塞给他们吃 然后没东西吃的时候 他们先饿 那是怎样 然后去外岛当兵 连个肉都不给人家 所以然后出了什么事 全部都在骂国军 那请问一下在台湾 这样子谁要当兵啊 然后没事还有人做这种烂网站 来消遣国军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不会想说 我赶快退役赶快拿钱走人算 为什么要留下来 大家都看不起我 整个国家对我不爽啊 那我为什么要为你们牺牲奉献 我神一命 对不对 我讲了比较那一个一遍 民进党继续这样操作下去 就算本来没有国军要投诚了 被你们这样搞 干脆投诚算 不就是这样 整个国家在怀疑我们 整个国家不尊重我们 把我们当垃圾在地上践踏 现在连个蛋都不给人家吃了 我真的觉得 这个政府恶心到极点 我觉得为什么要去打国军的主意呢 那如果国军可以这样安排的话 你为什么不 蔡英文政府下令要求 所有公务员不准给我吃蛋 你可以这样要求 或是你们这些部会首长 自己以身作折啊 你们现在开始都不准吃蛋 到蛋黄解决那天为止 不然的话没解决之前 陈吉栋你率先不准给我吃蛋 不是这样子吗 你们应该以身作折啊 所以像这种赖人哦 我以前我前两年一直在痛骂他 我骂他骂到中间被告 然后还要我去作证 然后现在呢 我现在是拜托陈建仁加油 然后陈吉栋也拜托 再扣言无耻一点 再不要脸一点 继续做撑完 一定要撑完这最后半年 把这半年撑完之后 顺利把民进党赶下台 这就是你这辈子对台湾 对台湾人最大的贡献 也刚好顺着海明哥的话题 我们就先问岩教授 我们一样再搬回来 刚刚那个议题一下好不好 就是刚刚讲到的 其实在这个日本的产经新闻之后 那个发酵的议题嘛 那其实国军的士气大受影响 那其实这也包含的是律伪 加码提案要去做彻查 其实这在在都在伤害国军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看到 加上上宾失联 其实刚刚有网友在 我们聊天室也在讨论说 这一切其实都很充分的影响到 大家对于国军的观感 当然我自己做非洲研究 那也有研究过所谓的 他们的军事政变 或者军跟民之间的冲突 那确实是有一些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有一些的国家 它的军人就是来自于 某一个族群比较多 那其实那个时候 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在台湾 这个20年前我也写过 就是说假使今天民进党 认为我们要台独 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 对不起全部你开始要鼓励 你的孩子全部去当兵 不然你不能信任 这个外省人的子弟当兵 特别是因为有一个历史背景 就很多从过去从大陆过来的 然后他们的孩子也受了影响 所以也很可能当兵 所以比例上面真的是 跟一般的人口的比例 是不成比例的 那如果这个不成比例成为你社会 你们觉得是一个隐忧的话 那你就应该把这个慢慢换掉 就是说我要去当兵 我把这个局势给扭转过来 结果你自己又不愿意去当兵 然后你又每天吵着要大家安全 要大家一起负责 那你又在攻击人家 又不给人家吃蛋 又不给人家吃肉 那这样子的话 怎么可能会捍卫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 非常矛盾的一个社会 就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要 你不可能什么都要 对 你一定要有所妥协 那有所妥协就是说 你要不然就不要喊了 既然已经有这些人帮你当兵了 愿意当兵了 那你还在那边攻击他们 那你不是至少麻烦吗 那这个应该要妥协 否则的话那干脆你自己去当兵 否则的话 真的我是觉得说 这些这个产经新闻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 搞出来这个新闻 是不是在分裂台湾 那如果日本真的觉得说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那你现在是在自己在搞事情 把台湾这样子弄的 本身内部弄的并不是很可谐 我觉得对日本也没有好处 所以这个整个事情看起来 都是一些喜欢写一些 好像自己认为自己写的一些 发现的东西 或许有些就是网站上有的时候 也觉得自己 自以为自己的意见很有帮助 其实是分裂社会 并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希望觉得我们从这个 这几件事情和军方有关的 大家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需要 我们的军人来捍卫台湾的安全 请大家尊重一样 我们尊重他们一样 我们每一次看到网络船来 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军人 坐车 坐飞机 什么餐厅 有人帮他们付钱 飞机大家把他从头等舱换到 把他们自己换下来 让他们去做 这些故事很多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军人 要是看了之后 大概会觉得说 那我干脆到美国去当兵好了 或者我到别的地方去当兵 真的像韩冰讲的 搞不好有些人 因为你这样子骂他们 他们真的到对岸去了 我觉得这不是好事 我特别我很讨厌一些立委 在这个时候 还来去调查什么忠诚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最糟糕 就是你自己 先我觉得要带头 就是像美国过去 我们看到 比如说老布希 他们自己家庭父亲是参议员 很早18岁 年纪不满他也要去当兵 甘乃迪也是去当兵 他们都有一个这种鼓励当兵的传统 马坎 一家三代都在海军里头当到司令 我觉得只有马坎没有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传统 如果你今天不鼓励 不让军人觉得有光荣感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也不必搞什么国防安全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 好